一个男人正跪在自家门前 自己的朋友大雄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为了能够升官不惜陷害男人谋法 下一秒男人就死被杀了 而这一幕恰巧被赶回来的小美看见 大雄见到貌美的小美就起了歹心 随后将小美以罪臣之女的身份抓了起来 并命人将她押送到了乡下的青楼 让青楼的老宝好好调教她 本就在痛苦之中递小美 又被带到青楼她的内心充满恨意 见小美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 老宝决定先挫挫她的锐气 直接让手下将她围住 下一秒其中的手下就将她的衣服撕开 小美被吓得不知所措起来 千金小姐哪里受过这般屈辱 但也不敢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老宝又让手下将女孩的外衣扯开 自己的自尊被狠狠践踏 只能流下屈辱的泪水 老宝本以为小美会就此屈服 但谁能想到反而更激发了小美的斗志 见这招似乎对小美不管用 老宝又立马让手下上前嫁住女孩 手下们将女孩撕坏衣服地绑在树上 已经到了深秋的夜晚本就寒冷 不知道体弱的她熬不熬地过去 老宝下令在她服软屈服之前 是不会将她放下 老板娘虽然心疼女孩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她只好想办法拖延时间 但是大雄表示只给她五天的时间 否则就把她也按谋反罪论处 熟知大雄心狠手辣的老板 只好无奈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第二天一大早 小美的身边便引来了大批民众的围观 甚至还有小孩朝她扔石头 即便被石头砸得头破血流 她依然没有屈服 就这样 她不吃不喝地被绑在这棵树上 三天三夜 直到晕过去的一刻 也不忘坚持自己的信念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她的丫鬟正跪坐在她的身旁 当得知自己现在躺的地方 正是青楼内的时候 她马上起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老板娘走了进来 面对老板娘的威胁 她并没有选择屈服 但是 见多识广的老板娘 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只见她让人打开窗户 小美的弟弟 此刻正跪在外面 老板娘告诉小美 如果她还不听话的话 就让人把她弟弟活活打死 随着她的一声令下 四个大汉手持木棍 狠狠地打在了弟弟身上 但是她紧咬牙关 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她不愿自己成为姐姐的累赘 小美不忍心弟弟 再继续受苦 于是只能被迫地答应了下来 而她肩膀上 也被刺上了专属的纹身 另一边 弟弟无意中听说 今晚姐姐服侍的对象 正是她的杀父仇人 不忍心姐姐被杀父仇人祸害的她 找来了姐姐的丫鬟 请求她的帮助 想到小美平时带自己亲如姐妹 善良的丫鬟终于答应了下来 于是她偷偷地溜进小美的房间 上脱下衣服 让小美赶紧换上 自己则选择留在这里代替小美 可到了晚上 还是被发现了 老板娘上去就给了她一个耳瓜子 既然小美逃走了 那么就只能让丫鬟去伺候大雄 但是老奸巨华的大雄并不傻 发现真相后大发雷霆 对着老板娘就是一巴掌 随后马上派人捉拿逃走的姐弟二人 没有任何逃跑经验的姐弟二人 眼看就要被人追上 更加不幸的是 小美还不小心扭伤了脚 为了弟弟可以顺利地逃出去 她谎称让弟弟跟自己分开跑 这样两人存活下去的几率 才更大一点 然而就在弟弟离开之后 她擦去眼角的泪水 看着漫山遍野追上来的人 从怀中拿出一根发簪 她准备借此来了结自己 从而为弟弟逃走 争取时间 然而就在她准备刺下去的瞬间 她的身边 遍布着散发蓝色光芒的萤火虫 小美呆呆地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下一秒她竟然晕倒过去 小九也在她晕倒前一秒将她抱住 随后释放出自己庞大的灵力 吓退了追捕小美的人们 接着把小美抱回了自己的住处 小美总算安全了 但是她的弟弟就没那么幸运了 刚刚洗了一把脸 却被这三个凶神恶煞的男人盯上 弟弟想要逃走 但是又被对方扔出的绳索绊倒 看到摔倒在地的男孩 几人大笑了起来 因为只要带回眼前 这个男孩就可以拿到赏金 父亲刚刚被人害死 姐姐不知所踪 如今她也被人用绳子套在了脖子上 大雄前来逼问她小美的去向 但是她又怎么可能会出卖自己的姐姐 就这样她被活生生地吊死在众人面前 这一幕也被小美的丫鬟看到 看着弟弟绝望的眼神 不由地回想起和她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没有过多的言语 但是却非常地开心 她不禁万念俱焚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走回自己的房间 看向屋顶的房梁 选择跟随弟弟而去 而大雄这边并没有放弃对小美的追问 这一幕也刚好被素贞看到 她赶忙去提醒小九 但没想到 竟然在小九的住所发现了这个女孩 素贞劝小九作为守护零首 不要干涉人类的事情 但她已经活了几千年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姑娘 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 于是她每天变着花样哄小美开心 为她采摘山里香甜可口的水果 给她送上大把的鲜花 看到小美喜欢蝴蝶 她就为小美捉了一大堆的蝴蝶 带她去看美丽的山川风景 虽然小美十分的开心 但是到了晚上 还是会想起自己的弟弟及丫鬟 小九不忍心看着小美担心 于是独自一人来到城中寻找弟弟 结果 看到的却是弟弟早已经冰冷的尸体 她将弟弟的尸体偷偷下葬 并给她裂了背 为了不让小美伤心难过 她谎称弟弟以及丫鬟现在还活着 除此之外 她还对小美隐藏了自己灵兽的身份 她早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人类女孩 虽然女孩告诉她 自己是模反最沉的女儿 是逃跑的官奴 但是作为灵兽的小九并不在乎这些 依然选择要和她在一起 于是小九找到宿正希 她可以帮自己找到传说中的酒家之需 从而获得变成人类的方法 但是想要变成人类 却有这三个对于灵兽来说 非常苛刻的条件 第一 在百日之内不能杀生 第二 在百日之内不能拒绝任何人类的求助 第三 不能在人类面前显入灵兽的真实 如果在百日内违反其中的一项 不仅会失去变成人类的机会 还将会变成千年恶鬼 勇士不得超生 虽然条件非常的苛刻 但是为了心爱的女孩 小九还是果断地接受了 时间慢慢地一天天地过去 小九和小美的感情也在逐渐地升温 这天晚上 两人也终于突破了最后的一层窗户纸 但是另一边 大雄至今还没有放弃对小美的搜寻 这天小美独自一人上山采摘野菜 被身后的两个官兵盯上 小美察觉情况不对 赶忙起身逃跑 眼看就要被抓到 这时小美的丈夫小九及时赶到 一把将她抱在怀里 随后释放出自己的灵力 两人瞬间被植物覆盖 成功地躲过了官兵的追捕 小九是这座山林的守护灵兽 但是她的妻子小美并不知道这些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骑着马的士兵拦住了她的去路 小九表示并不愿跟她动手 因为她已经签下了九家之书的诅咒条约 眼前还有11天的时间 她就可以顺利地成为人类 如果现在跟人类动手 破坏条约的规则 她将会永久变成千年恶鬼 并且勇士不得超生 但是为了能跟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她只有对马儿释放灵力 趁着马儿受到惊吓的功夫 赶紧带着小美逃走 可是前来抓捕小美的官兵 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不愿跟人类动手的小九 瞬间被官兵的锁链 层层捆绑了起来 士兵将她打倒在地 对着她就是一顿暴揍 后来的小美被官兵抓走 看着小美对自己求救的眼神 她再也忍不了了 此刻再也顾不上 什么诅咒的反式条约 只见她紧握双拳 无数的灵力瞬间从地面升起 手掌也幻化成灵兽形态 身上的铁链一节一节地崩碎 一下就把身边的士兵震飞 但是依然有不怕死的士兵冲了上来 可他们哪里是守护灵兽的对手 很快小九便将他们全部打倒在地 小美看着眼前的小九 可把她吓坏了 她不敢相信 跟她朝夕相处的丈夫 竟然是一个妖怪 一下子昏倒在地 身受重伤的小九 把小美带回了家中 可小美不仅没有心存感激 醒来后反而连连后退 她不能接受 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妖怪的事实 面对身受重伤的丈夫 她选择了背叛 她来到了杀父仇人大雄的营地 在大雄的口中 小美又得知了一个秘密 原来弟弟和丫鬟早已经死了 丈夫一直都在骗她 可偏偏这时小美一段呕吐 她怀上了小九的孩子 想到这里 她对小九的恨更深了 第二天小九发现 家门外面全是官兵 她知道人类无论如何 绝对不可能会找到这里 正在她疑惑的时候 小美被带了上来 原来是小美带着官兵 到这里的看着眼前的小九 此时的小美 好像换了一个人事 冷漠地质问小九 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小九告诉她 自己只是不想让她伤心而已 但是小美此时 已经不在信任面前的小九 同时告诉她作为零售 为什么没有告诉自己事实 为什么要选择跟她在一起 而这时大雄也下达命 让士兵杀死眼前的小九 小九看着眼前 对自己冷眼相对的小美 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宿正对自己说的话 如果要解除九家之书的诅咒 就用这把千年山渣木 做成的匕首 刺中爱人的心脏之后 就不会变成千年恶鬼 依然还会是这片山林的守护灵兽 想到这里 她似乎下定了决心 缓缓地从怀中 取出匕首 拿在手中 只见她一个 飞身越过前面的士兵 来到小美的面前 可随之 她也被一把刀插进了身体 而本该刺向小美胸口的匕首 也被她扔在了地上 原来她从始至终 都没想过伤害小美 她爱小美 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随着官兵 一刀划过她的胸口 直到临死前 她也不明白 为什么曾经对自己 恩爱有加的小美 会背叛自己 为什么自己的一片真心 甚至是拼了性命 想要保护的人 会背叛自己 但是她永远也不可能 她的身体 正在慢慢地溃散 化成一点点的灵力 飘散向远方 她来到一片山林 全身逐渐被林草覆盖 与大地融为了一体 春去东来 小美肚中的孩子 也即将临产 但她却不想生下这个孩子 为此她吃过毒草 从悬崖出跳 不下树时变 可肚中的孩子 依然在茁壮成长 她有些绝望 与其让她生下这个孩子 还不如直接让她死了算了 正在她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脑海中 一个可怕的想法 浮现了出来 这个女人咬紧牙关 双手紧握 她正在拼尽全力生孩子 可孩子生下来后 她并没有一丝的喜悦 反而拿起一旁的镰刀 准备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 只因这个孩子的父亲 是这片山林的守护灵兽 她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 是一个妖怪 就在她举起镰刀 准备动手的时候 蓝色的萤火虫 再次出现拦住了她 随着萤火虫的数量 越来越多 一束蓝色的月光 从上面洒了下来 她这时才看清楚 自己的孩子并不是妖怪 而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婴儿 这时小九的好友宿正也赶了过来 看到孩子后也是无比的惊讶 在给刚刚生完孩子的小美 做了一顿饭之后 把小九的衣物给了她 同时告诉她 当初如果小九用这把剑 刺进你的胸膛 她就不会遭到诅咒的反噬 还能继续作为这片山林的守护灵兽 活下去 可她还是低估了小九对小美的爱 她宁愿自己去死 也不愿小美受到哪怕一丝伤害 听到这里 小美终于明白 自己失去了多么宝贵的东西 她来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如同一具行尸走漏一般 现在的她对人世间已经没有任何眷恋 父亲惨死在她的眼前 弟弟侥幸身亡 就连忠心的丫鬟也上掉自杀 心爱自己的丈夫也因为自己的背叛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这一切事情的源头都是大雄引起的 只见她 过紧丈夫留下的那把千年山楂木鼻 朝着大雄狠狠刺了下去 但可惜的是只划破了大雄的那张脸 小美想要举起匕首再次补刀 结果一旁的士兵一刀砍在了她的身上 下一秒小美倒在了地上 看着眼前这个最大恶极的男人 永远地睡了过去 临行前她给宿正留下了一封书信 她希望这个孩子能和正常小孩一样生活 与人类一起成长 至此小美和小九的故事正式结束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我们的男主 也就是他们两人的孩子 豁然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声 这时下人也发现一个竹篮正在顺流而下 老爷子赶忙跳进水中奔向竹篮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名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在这荒郊野外地方 哪位狠心的父母会将刚出生的婴儿抛弃 他赶忙将婴儿抱回岸边 众人看到老爷子抱了一个婴儿回来 不禁开始纷纷指责孩子的亲生父母 就在这时肃正走了过来 他上前看了一眼孩子 就直夸老爷子捡到宝贝了 如果他能抚养这个孩子 以后将会得到很好的福气 说完取出一串手练 戴在了婴儿的小手上 并且非常郑重地告诉老爷子 如果他能养育这个孩子 并且孩子带着手练直到二十岁 不仅可以给他带来天大的好运 就连他的子孙后代 也会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众人马上开心地笑了起来 但是老爷子并不相信这些 肃正则马上告诉他说 这片林子树木山峰都将为我作证 众人不禁面面相聚起来 就在老爷子也在疑惑的时候 一阵大风袭来 吹得众人东倒西歪 好像真的在为肃正作证 老爷子也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众人也都以为这是天意 开始纷纷附和 羡慕老爷子捡到了个这么好的小宝贝 一位大叔给孩子取名 表示说孩子是从河中捡到的 于是给他取名叫江志 老爷子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随即决定将婴儿带回家中 可谁知他的妻子却不同意 认为这个妻婴会给家族带来厄运 同时表示 家族开往大明王朝的三艘货船 已经消失了两个月 家族财力方面也在不断地下滑 就在这时 隔壁婴儿房传来小孩的啼哭声 原来是下人 不小心打翻了烛台 砸到了婴儿的头上 将婴儿的头砸破 老爷子赶忙过来将婴儿抱起 婴儿的手链却意外掉落了下来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婴儿头上的伤口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这么一来 妻子更加认定 这婴儿就是一个灾性 突然她感觉腹中一阵剧烈的疼痛 原来她的孩子将要出生了 老爷子在外面焦急着等待着 但是下人却传来坏消息 表示夫人难产 夫人和孩子都命在旦夕 怕是挺不过去了 这是 老爷子看着手中刚刚婴儿掉落的手链 想起宿正曾经给自己说过的话 让孩子带着这个手链直到二十岁 他们家将会有天大的福报 想到这里 他马上来到婴儿的房间 看着眼前的小宝贝 此时他也不知道带回来 个婴儿究竟是上天给自己的恩典 还是诅咒就在这时 妻子痛苦的呐喊声惊醒了他 他赶忙将手链带在了婴儿的小手上 下一秒原本密封的房间内 却莫名刮起了一阵风 风停之后 他忽然听见外面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他赶紧来到屋外 下人慌忙前来报喜 夫人安然无恙 还生下了个大胖小子 母子平安 听到这里 老爷子可高兴坏了 但是好消息并不止这一个 另一名下人匆忙跑了进来 也传来了喜报 前往大明王朝 本该在风暴中沉没的三条货船 现在竟然全部满载而回 都回来 家族的生意更是做得顺风顺水 原本快要倒闭的百年客栈 如今摇身一变 也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超级存在 单单手下的庸人就有数百名 这里更是招待来自全世界各地往来的宾客 还有专人照顾客人的马匹 有缓解顾客压力 洗浴按摩的澡堂 并且还会给每一位客人 提供最传统的地方美食 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来到老爷子的百年客栈 能享受到一条龙的服务 民间还有流传说 他一共有十二间宝库 每间宝库的珍宝 多的都要一出来 但是 既然有情 小贼人的惦记 比如这名小贼 在他的保护中偷了一箱黄金 但下一秒 竟然有七八个侍卫 从天而降 小偷瞬间被刀架在了脖子上 他跪在地上 被吓得瑟瑟发抖 因为在古代 偷到这种罪名 可是要被砍头的 他请求老爷子放过自己 老爷子质问他为何要偷东西 小偷马上从 持招来 原来他尚有八十岁的老母亲 还有妻子 以及下面七个孩子 需要养活 生活拮据的他们 已经有五天没吃饭了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全家人都将被活活饿死 如今他也是逼不得已 才出此下策 想到这里 他不禁痛哭流涕起来 如果自己就此死去 那么全家人可怎么办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两个麻袋扔在了他的面前 他疑惑地看着眼前的麻袋 这时老爷子表示说 这里一袋是米 一袋是种子 假如真如你所说 你把粮食带回去 给母亲妻儿 种子带回去耕种之后 把收成交流 我会好好地奖励你的 小偷深受感动 同时表示自己 今生今世 做牛做马 也要报答老爷子的大恩大德 老爷子乐善好施 这里大部分穷苦人家 都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 在民众心目中 有着极高的威望 他们一家 也就这么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十九年 曾经被老爷子收养的那名婴儿 如今也长成了一个大小伙 他虽然十分地活泼好动 但是为人却十分地正直 对着这个欺压善良百姓的小混混 上去就是一脚 但是他们也不是好惹的 一群人马上向他冲了上去 他也不傻 看到对方人多势众 马上转身逃跑 但是他好像忘了今天 还有一件大事 老爷子的女儿 今天正在准备相亲出嫁 女孩名叫清赵 今年刚刚满十八岁 虽然男方母亲 对眼前这个举止优雅 长相貌落天仙的女孩 赞不去 但是女孩至今还不知道 未来的丈夫长什么样 双方母亲 对这场姻缘都非常的满 就在准备商量彩礼的时候 被外面突然传来的 一阵骚乱打乱 这个名叫江志的男孩 正在和一群小混混 打成一团 虽然他有着不错的身手 但奈何对方人多势众 很快男孩便被小混混抓住 然后被高高举起 扔到了两个夫人的面前 这下好了 本来女孩母亲 以为十拿九稳的姻缘 彻底被江志给搅黄了 还好老爷子及时赶了过来 才阻止了这场闹剧 很快犯了错误的江志 便被老爷子惩罚 让他不吃饭 跪在地上 好好地反省自己的过失 但是老爷子的妻子 还是气不过 因为江志正是老爷子 十九年前 在河里捡回来的起因 实质经历 他依然认为江志是一个灾心 虽然江志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九年 但是这十九年以来 他从来都没有给过江志好脸色 他请求老爷子把江志赶走 因为他对江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从他进门到现在 一直就没有停过 但是老爷子却不答应 他清楚地记得 一九年前 在河边捡到江志的时候 肃正对自己说过的话 让孩子带着这个手链 并且把他抚养到二十岁以后 会给他带来天大的福气 以及本来难产的妻子 在他给江志带上手链之后 妻子顺利地生下一个儿子 母子平安 还有失踪了三个月的祸船 奇迹帮回来的事情 这十九年来 他一直按照肃正的要求来做 如今他家大业大 眼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到了跟肃正约 定二十年的期限 他绝对不允许 自己做出如此背信弃义的事情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江志被老爷子罚贵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他的肚子也被饿得咕咕叫 就在这时 一个苹果出现在他的面前 原来是老爷子的女儿 亲赵 他们两人从小变青梅竹马 对彼此都有好感 今天白天的事情 也是江志故意为之 目的就是为了阻止 亲赵的婚事 亲赵同样也是身不由己 为了家族的利益 他不得不放下 对江志的感情 听从母亲的安排 选择家族联姻 但是江志才不管这些 他直接询问亲赵 是不是喜欢自己 并且给他三秒钟的时间考虑 然而等到他读秒结束 亲赵还是没有回答他 江志非常的失望 不过就在他第二遍读秒的时候 亲赵无声地 给了他想要的答案 他直接对着江志的脸 吻了上去 随后对着江志 微微一笑 羞涩地离开了 但是江志还一直沉浸在 这一吻之中 仔细地回想着 刚才甜甜的一吻 兴奋的他又蹦又跳 然而这一幕 也被亲赵的母亲看到 本来就看他不顺眼 如今又来勾搭 自己的宝贝女儿 真是癞蛤马 想吃天鹅肉 他绝对不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他偷偷地背着老爷子 以女儿亲赵的名义 把江志约了出来 随后命令下人 把江志捆起来 跪在地上 他让江志主动离开这里 但是江志从小 就在这里长大 这里就是他的家 江志请求夫人 不要把自己赶走 但是夫人却不为所动 并且表示说 如果江志不主动离开 那么他就 找人打断他的腿 然后送他离开 然后便吩咐护卫 准备动手 说完便转身离开 江志还想上前求饶 但是却被护卫给拦了下来 护卫们表示 自己也是听命行事而已 但是江志可不傻 他可不会在原地等着 被这群人按着抱走 只见他撞开几人后 赶忙逃走 就在这时 他手腕上佩戴着的手链 散发出一道诡异的亮光 紧接着 混在他身上的麻绳 也被他一下证断 随后逃之夭夭 就这样江志被赶出了家门 但是这位夫人 好像忘记 他们如今的这份家业 是怎么来的 以及老爷子跟宿正 那二十年的约定 与此同时 宿正也感觉到 老爷子没有履行 当初两人的诺言 此刻他正站在 百年客栈的外面 而失去庇护的百年客栈 也即将迎来一场 无比可怕的灾难 深夜 一群身穿军装的官兵 来到一家客栈 领头人正是脸上 有一道疤的大血 客栈老板的儿子 赶忙赢了上去 表示非常欢迎宾客的到来 但是目前客栈的空放 可能无法满足 这群人的住宿问题 对方却表示 无论如何 都要给他们准备足够的房间 哪怕是生 也要生出来 这时轿子上的大熊 缓缓地掀开帘子 询问店家 可否听说过 我大熊的名号 店家不由得心中一紧 大熊的名号 可谓是如雷冠 但是并不是什么好名声 百姓们都知道 此人不仅位高权重 而且心狠手辣 杀人如麻 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百姓 曾经惨死在他的手上 这下店家慌了神 他只是客栈老板的儿子 如今父亲外 朱未归自己只是顶班而已 以往遇见这种棘手的问题 也都是交给江志处理 但是今晚却不见他的身影 他不知道的是 江志已经被母亲逼出了家门 逃跑的路上 还被母亲派来的人追杀 幸好遇见了深夜 在林子里闲逛的女孩 才把她救了下来 如今昏迷的她 正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这个救下江志的女孩 名叫小志 此刻他正默默地 看着睡着的江志 就在这时 侍卫走了进来 通过小志的口中得知 眼前的男人 就像中了迷药一样 一直昏迷到现在 侍卫上前看了看江志 踢了两脚之后 眼看江志并没有任何反应 马上拔出自己的配件 听到声音的江志 也醒了过来 就在侍卫一箭扎下去的瞬间 江志赶忙滚到一旁 他愤怒地看着 想要自己性命的侍卫 挥起拳头 朝侍卫打了过去 但是他怎么可能 会是侍卫的对手 很轻松地 就把他放倒在地 就在他准备 再次动手的时候 小志拦在了他的前面 告诉他说 你就是这样 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 江志不由地上下 打量起眼前的女孩 红石大笑 表示这怎么可能 下一秒 小志抬起右腿 一脚踢在了江志的右脸上 把他踢倒在地上 这时他总算 相信了小志的话 在得知 江志是百年客栈 老板儿子的时候 马上拴起他的双手 拉着他准备送他回家 此时百年客栈的人 也终于找来了 看着双手被绑起来的江志 不由地问道 他 这是在做 这两个人又是谁 江志为了保留自己的颜面 缓解肝 他一下子把胳膊 套在了小志的脖子上 表示说 这是他刚刚交的朋友 他们正在开心地玩耍 仆人则是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表示说百年客栈 如今遇到了天大的麻烦 你竟然还有心思在这里玩耍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客栈老板的儿子 正在跟大雄一行人解释 说房间已经没有了 客栈并不会去赶其他住客 为他们腾出房间 如果想要住宿的话 请到其他的客栈 但是大雄对他的解释并不满意 表示说 难道你宁愿赶走 也不愿赶走几个卑贱的客人吗 老板的儿子还想解释 可被大雄这只机灵的老狐狸 三言两语 就扣上了忤逆叛国的大帽子 老板儿子气得眼里 都快喷出火来了 可面对大雄这种老油条 处处茅庐的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客栈的老板娘赶了过来 赶紧给大雄下跪 替他的儿子连连道歉 表示说愿意接受大人的任何惩罚 大雄内心中不由得一阵冷笑 心想这才是他该有的待遇 突然他的眼神愣住了 原来是夫人的女儿清照 他担心哥哥以及母亲的安危 所以跑了出来 恍惚间 大雄竟然将清照看成了一位熟人 他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 眼前的这个女孩 长得和那个人简直是太像 二十年前他没有得到那个女人 今天正好夫人有把柄在他的手上 他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女孩 心想今晚一定要得到他 就在他直勾勾地盯着女孩 准备有下一步动作的时候 一个身影遮挡住了他的 视线来人正式将至 在庸人告诉他 百年客栈遇到了天大的危机后 他犹豫了起来 不过转念一想 虽然夫人赶走了自己 但是百年客栈依然是自己的家 于是他请求小智帮自己解开什么 他要前往百年客栈 解救众人于危难之中 只见江智用他那犀利的目光 注视着大雄 随后平地突然刮起的大风 把众人吹得东倒西歪 众人看到江智回来后 也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而大雄也正在用他那疑惑的眼神 看着眼前的江智 只见江智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蛇 对着大雄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地据理力争 一番说辞下来 把大雄说得无地自容 休脑成怒的他马上下了 让士兵割下江智的舌头 但是江智也不是好惹的 三两下就制服了几人 而这时他手链上发出的威光 也刚好被大雄的一名手下发现 而大雄看到对方身手如此的了然 这才意识到对方是一个高手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只见他瞬间变了脸色 在江智疑惑的眼神中 哈哈大笑见 表示说这只是和他们开的一个玩笑 让众人不必当真 只因自己对百年客栈的名声早有耳闻 如今只不过是前来拜访而已 说着还不忘把目光 看向人群中的亲战 这时当地的县令也赶了过来 一通鳄鱼奉承之后 大雄再次意味深长地看了清照一眼 转身带人离开 但是众人都知道 虽然大雄暂时地离开了 但这件事并不可能就此结束 麻烦还在后面 第二天老爷子则问 为何昨晚的护卫 突然全部离开百年客栈 若非如此 又怎能发生这样的事 然而在昨夜中力挽狂澜 救助百年客栈于水火中的将军 并没有说出自己被夫人赶出家门 又被人追杀的事实 他主动地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表示说是夫人担心自己的安危 派出所有的护卫寻找自己 然而 江志的善意并没有换来夫人的友好 他马上向老爷子指责起江志的不适 都是因为他的莽撞行事 才会引起大雄的不满 并且表示大雄此人心狠手辣 当初更是用同僚好友的鲜血 成就了他二品大员的职位 如今他虽然已经退休 但是 他在这里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登门道歉 争取取得对方的谅解 这样才能保住百年客栈 老爷子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并非是非不分之人 所以 这次并没有听信 出发江志 随后老爷子带着儿子去向大雄致歉 而此时的大雄正在衙门里 舒服地享受着老爷子代替儿子 因为昨晚的事向大雄致歉 大雄也不废话 表示说想道歉的话 就先把昨晚顶撞他的江志打两百板 两百板子下来 绝对是会出人命的 况且 老爷子已经收养了江志快二十年的时间 虽非自己的亲生儿子 但是也是跟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老爷子请大雄换个惩罚的方式 然而大雄好像对此似乎早有所料 他表示说 那就把你那如花私欲的女儿 许配给我吧 她的面容较好 我甚是喜欢 此时 这只狡猾的老狐狸 聊他那丑恶的嘴脸 老爷子被气得浑身发抖 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一观禽兽之人 他起身做起 缓缓地说道 作为江志的父亲 他的过错就是我的过错 那么就由我来挨那两百大板 大雄也没想到 此人竟然有如此的魄力 如今他刚刚来到此地 还没有站稳脚步 而老爷子的威望 在当地甚至比皇帝还要高 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地打他二百板子 当地民众很可能会聚众造反 虽然内心万分的气愤 但他也只能暂时地先放两人离开 不过像他这种牙子必爆的小人 这口恶气 他是绝对厌不下去的 这个年过六旬的糟老头子 竟然看上了一个方陵二十九的美貌商 为了可以顺利地得到他 他马上找来当地的县令 表示说怀疑百年客栈里面 窝藏得有老爷子谋反的证据 于是在县令的带领下 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 冲进百年客栈 在将老爷子家中 翻了一个抵朝天之后 终于翻出一封可疑的书信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便被大雄认定 这就是老爷子谋反的证据 接着就让手下 把老爷子以及他的儿子捆了起来 这时老爷子的家眷 从里面走出 大雄看着人群中的清照 他走到老爷子的面前 告诉他说 不用担心你的女儿 等你死后 你的女儿也会贬为官己 到时候我会第一个去捧场的 这可把老爷子气得浑身发抖 这时老爷子的干儿子赶了过来 上去就推开 看压老爷子的官兵 为老爷子解开身上的绳索 接着对着大雄就是一通 臭妈并且一一揭露他的恶行 恼羞成怒的大雄 马上让侍卫拿下姜智 但是侍卫怎么可能会是姜智的对手 这时对方再次不讲武德 拔剑偷袭姜智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老爷子替姜智挡下了这一剑 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姜智赶忙将老爷子抱在怀中 不过由于老爷子不是主角 没有主角光环 在简单地交代几句之后 便撒手戏曲 看着这个收养自己 养育自己 为救自己死去的老爷子 姜智悲痛欲绝 随后院子里突然刮起一阵诡异的风 刮得众人东倒西歪 就连天空中的月亮 都被乌云遮挡了起来 接下来大雄就看 姜智的眼睛变成了诡异的绿色 他冲上前想要为老爷子报仇 却被匆忙赶来的宿正拦下 此时他的手链再次发出诡异的亮光 随后众人眼前一黑 被遮挡的月亮也终于显露了出来 但是姜智和宿正却都不见了踪影 接下来大雄不仅霸占了老爷子的家产 而老爷子的女儿清章 也被大雄卖进了青楼 完成训练之后就可以正式接客 此时的姜智也变成了过街老鼠 被官府通缉 说是他杀害了百年客栈的老爷子 并且派出了人手捉拿姜智 一名士兵不小心割断了他的手链 随着手链珠串的掉落 他伴手人的力量再也压制不住 只见他愤怒地扑向那群士兵 等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的时候 地面上已经躺满了尸体 拥有强大力量的姜智 人类的形态 姜智还想取下手链 却被肃政告知 如果将他取下 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人类的身体 复仇的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不要因为复仇而失去自我 正好老爷子生前论善好事 结交了一位名叫李顺臣的高官 为报答老爷子的恩情 此人出了一计 让姜智主动去衙门认罪 大雄还想给他扣上杀人的罪名 但李顺臣 不愧是官场上混迹多年的老油条 很轻松地就找到了对方的漏洞 表示说 如果他家老爷子是叛国谋反的罪人 那么姜智杀掉谋反的人 应该算是功成 而不是罪人 怎么还会被判刑呢 这一句话问的对方哑口无言 就这样姜智被无罪释放了出来 随后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老爷子的女儿清赵 此时清赵深处清楼正在被人欺负 小腿上也被打得伤痕累累 姜智开门闯了进去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他拉起清赵的手就要带他离开 却被一群下人拦住了去路 清楼老板娘出来劝告他 表示说这里是官家的场地 他现在身份是官奴 如果你今天把他带走的话 会被官府的人再次抓住把柄 不仅仅是你 就连清赵也会有生命危险 但姜智可不管这么多 他不忍心将清赵一个人留在此地遭罪 而此时清赵却眼含泪水 只见他奋力挣开姜智拉着他的手 他不想因此而连累姜智 他让姜智赶紧离开这里 等替父亲洗刷冤区之后 在光明正大的来这里接自己离开 虽然姜智心有不甘 但也只能选择暂时离开 他为了控制自己 随时可能会有杀人的欲望 以及可以早日替老爷子复仇 他选择了追随李顺臣 并败入了无形刀管的门下 看到姜智给自己父亲拜师的场景 早就对姜智有好感的小智 开心地笑了起来 注意看这个身穿白衣 手持利剑的男人 一步三摇晃地走了过来 姜智看到老爷子的儿子太叔还活着 高兴地向他跑了过去 但是迎来的却是一把利剑 狠狠地刺进了他的腹部 姜智不明白 最信任的兄弟 怎么会突然对他吓杀手 只见太叔拔出插在姜智腹部中的利剑 再次准备动手砍向姜智的时候 小智把他拦了下来 与此同时 侍卫也及时地制住了太叔 身受重伤的姜智在一番救治下 终于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是至今依然昏迷不醒 小智看着眼前的姜智 他不忍心心爱的男人就此死去 于是一把拽下他手上的手链 下一命 蓝色的萤火虫充满了整个房间 而姜智的伤口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 就在这时 他睁开了双眼 但是眼睛却是诡异的绿色 他一把将小智推倒 掐着他的脖子 小智赶忙拿出手链 表示自己只是想让他快点恢复过来 这时他也终于想起 是太叔刺伤了自己 他赶忙松开小智 但是他锋利的眉甲 却不小心划伤了小智 在小智的不断安抚下 姜智的情绪总算稳定了下来 并且亲手为他带上了手链 姜智也再次恢复到人类的形态 而另一边 管主通过太叔的描述也终于得知 他是受到了暗示的诅咒 才会对姜智通下杀手 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 被植入了姜智就是他的杀父仇人 所以他目前还不能看到姜智 只能用不蒙上他的眼睛 姜智并没有因此而记恨太叔 他清楚地记得老爷子临死前的遗言 他让姜智一定要照顾好太叔以及亲战 但是他依然将太叔臭骂了一顿 同时还不忘鼓励他 一定要战胜暗示的诅咒 几天后姜智终于恢复得差不多了 而众人也接受到了一个任务 就是赶往百年客栈 运出藏在宝库里面的财宝 但是他们进行得并不顺利 大雄的手下很快发现了一样 他怀疑着孵化后面有一道暗门 而此时姜智以及小智正藏在里面 为了不被恶人发现 他们准备换一个地方藏起来 但是小智却不小心办了一下 就在他即将摔倒的时候 姜智一把抱住了他 两人都非常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 原来姜智的手不小心 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相处了这么久的小智 竟然会是女儿身 而外边的几人 也正在找寻打开密室的方法 藏在密室中的姜智 无意中发现了小智的胳膊 竟然受了伤 回想起前几天的事情 竟然是因为自己受伤的 而此时小智 也终于对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名字 说完便晕倒过去 姜智终于想起眼前的小智 正是小时候 自己曾经救过的小女孩 以往的一幕幕不断地浮现在 海之中看着小智受伤的伤口 她拿起匕首 毫不犹豫地划破自己的手掌 让鲜血滴在她受伤的伤口 蓝色的萤火虫再次出现 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就连一丝疤痕也没有留下 与此同时 客栈的下人 匆忙地支开了守护暗门的护卫 小智也终于被解救了出来 而众人离开之后 护卫也砸开了密室的大门 走进去后 里面堆满了木箱子 打开以后 里面全部都是财宝 第二天一大早 放纵一夜的大雄 在护卫的呼喊声中醒来 护卫告诉她 已经发现了百年客栈的宝藏 她赶忙带人赶往百年客栈 路上还在不断地埋怨护卫 为什么不早点叫醒自己 很快一行人便来到客栈门口 却看到几个下人 装了满满两大车的粮食 下人告诉她 这是当地的风俗 每个季度都会给水军送去洋食 这样水军的将士们吃饱喝足 才能更好地保卫国家 大雄虽然十分地不满 但是迫切想要拿到宝藏的 并没有阻拦 但是当她来到密室的时候 里面早已空空如也 箱子也是空的 这时她不由地想起 刚刚给水军运送粮食的下人们 于是她马上带人来到水军大营 表示说 百年客栈赠送给水军粮食的麻袋 有自己的财宝在里面 但是当一行人打开麻袋后 并没有她所说的宝物 而这时 江志带着三辆大车装满了箱子 原来当时他们并没有机会运出财宝 而是用一块巨大的帆布 遮挡住装有财宝的箱子 等大雄带着所有人来到水军大营后 将制裁把全部的财宝运了出来 大雄看着一辆辆从自己面前走 装有财宝的车 愤怒的她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她并不会因此而罢休 注意看这个正在被囚车押送的女孩 她本是百年客栈的千金小姐 如今却将要被卖到青楼 女孩自然不答应 青楼的老板娘 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女孩 不由地想起二十年前的小美 也是同样的倔强 于是她下令八光女孩的衣服 把她绑在树上 很快一个下人走到她的跟前 一把扯下女孩的衣服 随着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 女孩的最后的一点尊严 也在被一点点践踏 被八光衣服的女孩 则被强行地绑在了树上 女孩非常的气愤 但是也没有任何办法 父亲被人杀死 母亲自己 如今的她被大雄卖到青楼 她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无助地放生痛哭起来 老天此时好像也感受到了她的悲惨 历历拉拉地下起了小雨 就这样她在这个树上 被绑了三天三夜 实在坚持不住的她 终于晕倒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映入她眼帘的 是已经为她准备好的泡饭 饿了三天的女孩 赶紧起身 拿起勺子准备干饭 这是青楼老板娘的声音 传进了女孩的耳朵 青楼老板娘表示 看来你还是希望活着 如果你还是放不下自己尊严 还是放不下自己 官宦小姐的骄傲 那么我就继续把你捆到树上 女孩有点惊恐 接着老板娘继续告诉她 如果你不想再受苦 就放下自己的自尊 以及骄傲 我决定抛下这些 就把泡饭吃 女孩看着眼前的老板娘 思索良久之后 最终还是拿起手中的勺子 吃起了泡饭 委屈的泪水 也不断地从她的眼中掉落 接下来就是对她 为期百天的训练 青楼之中 陪酒自然是不能少的 但是不会喝酒的轻障 却被几人连手欺负 把口水吐在她的碗里 然后逼迫着她喝下去 不堪受辱的她 直接把酒泼在了对方的脸上 但是却马上遭到 对方的一通毒打 稍有犯错 就会被老板娘鞭打小头 如此一段时间过后 她便出师了 当着对方的面 连干了两大碗 但是这并没有换来 对方的友好 她刚刚洗完的衣 被对方扯掉扔在地上 还被几人无耻地踩在脚下 但这些她都可以忍受 可如今 她的杀父仇人大雄 竟然还想让她示警 她听后再也忍受不了了 她拿起地上的瓦片 就要自尽 但却被青楼老板娘拦了下来 同时告诉她 自杀 是这个世界上 最愚蠢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的死去 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地活下去 可她只是一个 孤苦无一的弱女子 她又能怎么样 晚上大雄再次来到青楼 但是老板娘也不忍心 亲照被大雄祸害 她告诉大雄 你如果想要强行 得到那位姑娘的话 就先杀了我吧 心狠手辣的大雄 果然举起了手中的刀 就在她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个声音打断了她 原来是跟亲照 从小青梅竹马的江志 大雄早就想抓住她 正好今天她主动地送上门了 大雄立刻命令手下 抓捕可谁知 他们追到外面后 竟然发现 有四五个穿着和江志 同样衣服的人 在逃跑 于是士兵分头去追捕 可追到最后那些人 都不是江志 与此同时 小智偷偷地潜入了青楼 她告诉亲照 被顺利地解救了出来 最终他们成功会合在了一起 江志决定带着亲照 远走高飞 离开这个石飞之地 他们走在山间小道上 突然当地的混混赶了上来 原来他是听从大雄的命运 前来捉拿江志的 他们甩出铁链 把江志牢牢捆住 此时的江志还想不明白 自己已经跑到了这里 他们究竟是怎么找到自己的 可下一秒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 领头的人 正是亲照的哥哥太叔 原来就在几天前 他看到自己的妹妹 正在受人欺负 不忍心妹妹受辱了他 跟大雄做了一个交易 大雄告诉他 只要他杀了江志 那么就答应放过他的妹妹 清照 解除他官奴的身份 从此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离开亲牢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这次太叔前来 正是为了杀死江志 他走到江志的面前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他没有忘记临行前 大雄手下对他的嘱咐 让他在杀死江志之前 一定要摘下他的手链 只见太叔毫不犹豫地摘下了他的手链 下一秒平地里 竟然刮起一阵怪风 伴随着还有野兽振振的嘶吼声 江志没有了手链的压制 体内属于半兽人的力量再次爆发 只见他快速地换上美甲 崩断捆绑在身上的铁链之后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为自己换上漂亮的美瞳 成功地变身成了半兽人的形态 太叔还想上前动手 却被江志一爪子挠成重伤 看到昔日的好兄弟 竟然被自己伤得这么严重 他瞬间恢复了人类的理智 看到太叔昏倒在地 他想要上前帮忙 没想到清赵去用石头砸他 让他不要过来 让他离太叔远一点 江志还想解释 但是清赵更加变本加厉 掀起地上的尘土树叶 扔向江志 结果一口气没上来 晕倒过去 江志走上前去 想要触碰清赵 却又怕自己的美甲伤到他双手 哆哆嗦嗦地不知如何是好 小混混看到江志不在状态 便想上前偷袭 然而便身伴受人的江志 拥有着动物一般的敏感神经 结果可想而知 等小志赶来的时候 地上的几人眼看就要不行了 同时他们也发现 地上江志遗留下来的手链 瞬间明白江志可能失去了控制 顿时心急如焚 赶紧去寻找他的踪迹 而此时的江志 已经把清赵带到了一处山洞 看到清赵苏醒了过来 江志刚想上前 清赵却被吓得连连后退 知道江志真实身份的他 赶紧起身离开 走出山洞 当他还在疑惑 这是哪里的时候 山洞内传来了江志愤怒的吼叫声 瞬间把他吓得赶紧逃跑 受到惊吓的他慌不择 竟然又遇到了大雄的手下 冷静下来的江志 担心清赵的安危 赶忙出来寻找 他想先找回自己的手链 结果手链却不见了 而现场留下了小志的气味 于是他悄悄地回到无形刀馆 想要找 小志取回手链 却不想竟然被人发现了 当众人看到江志的样貌后 都被吓了一跳 一人拿刀向他砍来 却不料被江志一掌按在地上 动弹不断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 原来是小志 他走到父亲身边 替江志求情 他表示信任江志 即使他是半寿人 也是一个内心不坏的半寿人 他一点也不嫌弃 江志的半寿人形态 选择同江志站在了一起 而江志似乎也感受到了 小志的真诚 第一次不通过手链 就控制住了半寿人狂暴的力量 第二天 太叔再次回到了无形刀馆 看着背叛自己 想要杀死自己的好兄弟 江志很想对他暴揍一顿 但是他再次不由地降起 收养他的老爷子 临终前的嘱托 最终江志还是选择原谅了他 但他的妹妹就没那么幸运 清照再次落入了大熊的手中 随着蜡烛的熄灭 一朵娇嫩的花朵就此陨落 而在大山深处 一片被灵草覆盖的地方 原本脆裂的草叶 瞬间变成枯黄色 与此同时 一双赤红的眼睛猛然睁开 江志的父亲小九回来了 深夜一个村民 在树林里面一路狂奔 他的身后 他一路狂奔了很久 本以为已经脱离了危险 可谁知一道身影 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对方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随后他全身的精气 都被吸得干干净净 很快他变成了一群 巨干尸 这样的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当地的官兵 看到如此诡异的尸体 也是一头的雾水 然而这一幕 刚好被路过的宿正看到 他顿时感觉不妙 难道是那个灵兽 成为千年恶鬼后回来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人们第一个怀疑的对象 便是拥有半兽人 变身能力的僵尸 为了洗清嫌疑 他决定独自上山 寻找怪物的踪迹 怀疑他的师兄 也一直尾随在他的身后 很快他们便找到了 怪物的身影 将至马上挡在了师兄的前面 就在怪物将要发起进攻的时候 他看到了将至带着的手链 发出了诡异的光芒 杀成性的怪物 竟然选择快速离开的现场 两人顿时愣住了 而怪物则前去寻找 自己的好友宿正 他想要问问 关于手链的事情 宿正无比震惊地 看着眼前的小九 他竟然真的变成了千年恶鬼 小九也从宿正的口中得知 刚刚遇到的男孩 就是他的亲儿 但是他的儿子 也跟他一样 深深地爱上了一个人类女子 甚至还想寻找到 传说中的酒家之书 真正地变成人类 想到这里 他不禁怒火中烧 曾经自己就是被 那个叫小美的女子 无情地背叛 如今才会变成这个鬼样子 他绝不允许儿子 走上自己的这条路 他前去跟儿子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希望儿子能离人类远一点 可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江志 哪里会听他的话 即便你是我的父亲 又能怎么样 他从小到大 就一直和人类一起生活 现在却让他像只野兽一般 归隐从灵 他不可能做到 劝说不了儿子的小九 也只能另寻他法 这天深夜 两人正在偷偷地约会 就在两人都闭上双眼 准备吻上去的时候 却被一个非常不识趣的人 打断了 原来是馆主在寻找江志 馆主是想要了解他 晚上看到怪物的事情 但是并没有得到什么 太多的线索 等江志出来寻找小志 准备重温刚才事情的时候 却不见了他的踪迹 留下的 只有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混蛋 原来他被大熊的手下绑架 就在他们准备 对小志痛下杀手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出现了 三人也陆续地倒在了地上 来人正是小九 他替小志解开了绳索 看着面前的小志 他有了决断 他要用小志的性命 来威胁江志 可江志并不愿放弃小志 于是变身伴兽人形态的他 跟自己的父亲 扭打在了一起 但是身为伴兽人的他 又怎么可能打得过 已经修行千年的父亲 可即便如此 江志依然护在小志的身前 看到儿子为小志 这么拼命的场景 小九恍惚间 看到了当年 自己和小美的影子 曾经的他 也是拼了性命的 想要保护小美 原本想对小志 痛下杀手的他 此时内心却动摇了 泪水也湿润了他的双眼 或许儿子身为伴兽人 有着跟他不一样的道路 小九回到宿正的家中 刚才受伤的伤口 依旧流血不止 原来变成千年恶鬼的他 此时已经失去了自愈能力 宿正为他拿来草药治疗伤口 没想到 却被小九一把掐住脖子 宿正赶忙告诉他 自己曾是他唯一的人类朋友看 说宿正真诚的演 小九才缓缓恢复了理智 而在小九离开后 两人也终于完成了 刚才没有完成的动作 二十年前 这个女人举起手中的木匕手 狠狠地刺向面前的这个男人 可随着一刀滑下 仅仅是划破了对方的脸颊而已 正当他准备再次补刀的时候 却被一旁的护卫一刀命中 众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可一旁的东营人上前查看 结果发现他还活着 于是他暗地里救下女人 将其带回了东营 二十年以后 一位头戴长沙的东营女人 来到百林客栈 原来大雄早就与东营人暗中勾结 做着倒卖军情的勾当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一个妥妥的汉奸卖国贼 这次来的是组织内的公本夫人 这公本夫人 正是当年被东营人救下的小美 她这次前来 就是为报当年的杀福之仇 但是大雄越看越觉得 此人十分的眼熟 不禁开始对小美起了疑心 尽管小美一再解释 自己是东营人 从小在东营长大 可老奸俱华的大雄 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相信 于是她让人设计捉来了江志 并告诉小美 江志是一个半寿人 如今刚刚过了二十岁的年纪 同样也是被人遗弃的孩子 小美瞬间明白了 眼前这个男孩就是她的亲生儿子 看着儿子被人无情地折磨 不由地想起了 刚刚生下儿子时候的情景 但她也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悲痛 拒不相认 但这一切都被老奸俱华的大雄看在眼中 她断定女人就是当年的小美 于是扬言明日就要把江智游揭示中 然后拉开适口砍头 听到这里后 她再也忍不住了 亲口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暂时救下了江志 早已经跟大雄水火不容的小美 决定派人刺杀大雄 就在杀手准备动手的时候 却被大雄的手下杀死 第二天双方人马对峙 随着小美的一声令下 众护卫马上拔出了手中的武器 但是他们的刀锋竟然是指向小美 与此同时 一直对小美忠心不二的属下 也站在了大雄的身边 因此她也被强行送回国内 但是她的归徒并不顺 大雄并不愿就此放过她 于是被地里派出了大批的杀手 追杀小美 打算对小美赶尽杀绝 小美眼见大事不妙 在护卫的掩护下赶忙逃跑 但她最终还是被杀手团团包围 就在杀手举起手中的刀 准备砍向小美的时候 一支箭射中了她 救兵赶来了 原来是将至他们 他们顺利地将小美就回了无形高管 母子两人终于相认 开心地看着 躺在自己腿上熟睡的儿子 小美拿出了当年的那把千年山楂木匕首 她已经知道了 最近小九化身恶鬼伤人的事情 现在只有她才能解开 小九千年恶鬼的诅咒 此时的小九也刚刚完成了一场杀戮 正在相乘中进发 而前面那群人正是大雄的手下 就在小九冲过去 想要杀死大雄的时候 小美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劝小九不要再乱杀无辜 可小九此时已经丧失了李治 她一把掐住小美的脖子 就在她将要被掐死的时候 小美叫了一声她的名字 随后小九一下恢复了李治 而此时 大雄正手持火枪描向小美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小九选择再次挡在了小美的前面 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为了就自己中枪 小美不由地大哭起来 而小九看着痛哭流涕的小美 好像想起了什么 随后更是叫出了小美的名字 两人就这样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痛哭不已 接着平地一阵怪风刮过 两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来到了曾经生活过的山洞 看着曾经他们生活的地方 小美对小九更是充满了愧疚之情 她缓缓掏出那把千年山楂木匕首 诉说着自己的过错 随后毫不犹豫地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小九赶紧上前抱住小美 在她的眼中 小美还是原来的模样 随着小美的离去 小九的诅咒也随之解除 她恢复了以前的样貌 也恢复了以往的记忆 她来到无形刀馆来 给儿子做着最后的告别 随后再次回到山洞 把小美生前最爱的鲜花摆在周围 接着缓缓躺在爱人的身边 选择与小美一同沉睡过去 蓝色的萤火虫再次出现 一如他们当初见面的那个夜晚 在另一个世界 他们两人或许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都在那平淡的日子里能相互陪伴的爱情吧 而在另一边 大雄和半寿人将至的决战 已正式开始了 一把迷药撒在了这个女人的脸上 接着她的腹部也被狠狠地撞击 女人也随即晕倒了过去 几个黑衣人 马上在她的头上套上黑布袋 她被大雄的人绑在凳子上 凳子上方是一个比她脑袋不知道大 了多少倍的铁球 而铁球相连接的另一端是一个麻袋 麻袋里面装满了细纱 只见一个黑衣人一箭扎到了麻袋上面 里面的细纱也随之流了出来 当纱子流到一半的时候 铁球就会掉下来 到时候迎接小智的只有死亡 而这边由于找不到小智 江志明知道可能是大雄的诡计 但是他依然孤身上门要人 但是卑鄙无耻的大雄 对他提出了过分的条件 如果想要小智活命 那么就拿李顺臣的人头来换 他没有办法 只好前去寻求李顺臣的帮助 没想到李顺臣竟然孤身一人来找大雄 他是在给江志拖延时间 争取救出小智的机会 虽然有众多黑衣人的阻拦 但是最终他还是顺利地突出了重围 而房间内麻袋里的沙子已经所剩不多 小智头顶上的铁球也随时可能掉下来 就在这时 江志闯了进来 当他看到小智头顶上铁球的时候 瞬间也是慌了神 马上冲到小智跟前 奋力地扯断捆绑在他身上的绳子 终于在铁球掉下来的前一秒 把小智救了下来 刚刚体验了一把 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感觉 此时的他也像个小女生一般哭了出来 江志顺势将他抱在怀中 连连说对不起 另外两个被捆起来的人 看到眼前这一幕 也非常识趣地并没有吭声 随后几人来跟李顺辰会合 本以为这次大雄将要大难临头 可女人敏锐的第六感 让小智无意中发现 一支火枪正瞄准了江志 来不及思考 他果断地选择挡在了江志的面前 随着一声 枪响小智倒在了地上 江志将他抱在怀中 随后伤势严重的小智昏倒在江志的怀中 以为小智死掉的他 体内属于半寿人的力量再也控制不住 只见他缓缓地起身 大步地走向杀人凶手 一把抓住了他 沙包大的拳头 也一下一下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 就在江志准备对这个十恶不赦的凶手 通下杀手的时候 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原来是刚刚昏迷的小智苏醒了过来 体内半寿人的力量瞬间得到控制 他赶忙跑上前去把小智抱在怀中 而此时的大雄 还想下令让手下杀死在场的所有人 李顺臣再也看不下去 他这张丑恶的嘴脸 随着他的一声呼喊 大批的水军官兵瞬间涌了进来 足足有数百人之多 把大雄以及他的手下团团包围了起来 而跟他一直勾结的东营使者也抛弃他 选择了离开 这时他的手下还不忘放出烟火 掩护大雄逃跑 很快江志便在山上拦住了大雄 而他贴身的两个手下 也抛下他独自逃走 此时他还不忘大声叫喊着为自己壮大 下一秒 只见江志快速地冲到大雄的面前 一下把他的手掌打断 此时作恶多端的他 也终于体会到了痛苦的感觉 被关进监牢的大雄 也终于迎来了第一个看望他的人 只见清照亲自为他倒满了一杯酒 这时他知道自己真的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看着眼前的清照 明知是独久的他依然选择了一饮而尽 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 一生而小至这边也应深受重伤 他陪家人一起吃了个团圆饭 随后和江志两人一起来到河边 江志对着小至一通深情告白 而此时小至也想起了肃正曾经说过的话 星月下的桃树 如果遇到他的话一定要躲开 否则你们其中一个人会死去 肃正果真没有骗他 可如果一段感情 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去避开的话 那这段感情也一定不是纯粹的 随着小至的手缓缓落下 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江志 而江志面对爱人的离去 身为伴兽人的他也无能为力 于是他告别重要 选择了独自离开 转眼间几百年过去了 在一间高档公寓 一个男人正对着窗外的月亮独自发呆 他缓缓转过身 正是我们熟悉的男主江志 此时的他早已经是泡菜国顶级财阀的会长 这天几个小混混正在抢一个女人的包包 虽然小混混跟江志之前认识的人十分的相似 但是依然不妨碍他伸张正 教训了几个小混混 刚把小混混赶走 背后就传来警察的声音 看来自己是被误会了 刚想要解释 他却愣在原地不动了 一个魂牵梦绕的身影朝他缓缓走来 竟然是跟小智有着一模一样相貌的女孩 他准确地叫出了女孩的名字 女孩看着眼前的男人 仿佛遇到了自己上辈子的真爱一样 两人四目相对 没有过多的言语 而两人这次相遇的地方 竟然还是在一轮星月的桃树侠 这次相信两人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第二天随着门铃声的响起 打开房门的江志竟然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之前身边熟人陆续出现在他的身边 这也意味着他们的故事也将重新开始